字幕、繽索 如果你是國泰航空那些 大家都知道那些機件 你這個埃後 埃及妖後 又或者是個引擎 那天出現問題那些 你這些是國泰 估不到機場都出現事故 這裡天眼直擊 由東方大旗手揭示出來 估不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機件會出現這樣的東西 由東方大旗手報導出來 共產自下基建失靈 聽不懂全黨史青江 想不到在十一期間他都不放過 這裡先講花水 港南就送車尾 即是踩油 見到你來的時候 一波開行油 結果法蘭紮人辱黨巴士 逼他停車 結果都給他上車 OK 但跟司機相言不好口 露目刑事被人影低了 似乎以我身作盾這些 每次都有效 不清楚了 話說這裡 東方報導出來 航空樞樓出現事故 列車那裏爆米花 危象還生 這次又是女童出事 沒有啊 你之前那個女兒 有些護士各樣按住他 那些 哇 減生來的 真是 是父親跟著就追究這個事件 那看一下 如果是醫生的時候 就不會有事的 護士那些 就算你不幸運了 低一級 不好意思 話說 這裡跟你統計 我不知道他的數據哪裡得出來的 香港國際機場 你說國際金融中心 那你理論上是應該力補 這個服務質素 才可以確保到 航空樓樓的競爭力的 但是啦 機場旅客接運 這個叫APM 自去年底大半年期間 接連發生三宗的驚險事故 首先 就是這位女童 在二三年底搭車的時候 就夾了入去月台之間的縫斥裏 以往來說 你是會有響報機制的 但是這次來說 好像有點失靈 幸運就沒事 如果不是呢 那就飛手飛腳的了 另外 在東邊的離港月台那裏 俗稱S38波口 就有老鬼破裂事件 那這可大可小的 他偏歪了的時候 就是牛軋 都不是很高速的 但是這麼大價又重 那個撞擊力都是會令人驚嚇的 而暑假期間 亦有一兩APM行駛的時候 車尾那裏爆米花 幸好就沒有風助火勢 火助風威的 那裏面有些什麼應朝的 機管局方面 就應路鬼是出現問題 但是又指了 兒童跌入月台 那裏沒有人通報過他們 因為硬件方面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大陸 承建商幫他換一換 但是如果你說什麼 女童啊 那裏的事件 那些軟件啊 你又不知道找誰接頭 通常都是硬件 就說修補的 所以這方面機管局就想 側側薄 不多國啊 不是又要換過了些 sensor 那話說東方呢 你屎口不認啊 他說不斷盤問啦 好像最近 呂童馮針那個父親 那樣不斷盤 就問機管局 幾年幾月幾日 是不是有個小童 是不是進了那裏入面 不停跟進啊 於是乎機管局改口啊 说二四年一月时候接到基电署调查的要求 由于私隐条例而已 所以就没有保留到上年十一月那个闭路电视片段 你调查之后也没有发现 你没有保留当然没有发现的啦 之后会向基电局那里提交报告 你要查的你问基电局啦 但是他就没有保留相关的闭路电视片段而已 但是人家就有拍到出来哦 这个是电话那些片段 就交了给立压会议员那个叫张欣宇啊 他是基电界的哦 那么他就说了感到惊讶和忧虑啊 因为硬件问题可处理啊 哎 和我说的一样哦 最忧虑的就是基管局是不知道这件事 那可能没有人报给他听呢 是吧 就是纯粹拍了 那摆上网赚一下灼头那就算了 没有真正投诉过 那个女童又没事 那就有他啦 插了一只脚出来而已嘛 但是他们认为内部人应该肯定看过 所以感到很忧虑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上报这样说哦 他基电局的而已 他怎么知道情类而已 人家做什么都要看过而已 可能他认为女童贪玩的而已嘛 不过小提大做一向都是东方的惯忌来的 而今次啊 东方的写手呢 就抄了这个Death Note的情节了 啊 指神来了啊这个是 就话说他是这么说的 你这个 机铁呢 就是那些折博那些啊 经路轨供电 所以啦 如果不慎堕进呢 是会很危险的 讲着那个小女孩 立法会议员指出啦 市区铁路那个供电网呢 就在列车上面的 哦 我终于明白啦 因为英国那些呢 我见不到上面是有天线的 那倒对 他如果有电纜的那些呢 又这么大风 又有空 那些树下来很大事的嘛 他原来路轨可以供电的 啊 学习啊 他说 即使乘客啦 落了轨的时候呢 都是皮外伤的而已 这些是市区铁路啊 还有 市区铁路呢 是有二物监测系统的 就是列车即将开出 请小心车门关闭的那些呢 那其实他那句是不需要的 什么Mind to get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door 你不需要讲这句的哦 既然有sensor 夹到都不好吧不清楚啦 那立鸭章认为呢 系统 啊 当检测到有二物 车门是不会关上 列车不会洗出 所以是百分百安全 那他这里透露了哦 喂 你用回同一系统就行啦 水回进去的而已嘛 那做什么机场那个不用呢 我不明白 不知道是不是省皮啊 省皮都省不到这里啦 是经他指出 啊 我才知道原来机场那些没有的哦 大家回答的时候要小心点啊 就是去日本那些呢 你不想去日本之前就出师未折的嘛 对吧 那又或者去完日本回来啊 升高彩裂拿着一代代行李那些才危险啊 话说 立鸭章又认为 机场APM那个铁路呢 这样做是不理想的 因为他使用到的配备不一样啊 没有相关的监测系统啦 如果有义密就是好像个小女孩 那些手手脚脚的那些 卡在月台列车之间的时候那怎么样啊 哇 精彩 他说是这样的 车辆是可以照常行驶 风险较大 何止风险较大 你拿人命啊 大佬 就是你会看到 哇 完全是屎神来了的那些情节来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套东西 我几集都混了 就是他说呢 有些人在上机啊 或者去玩过山车啊 或者要个高速公路 之前就是要上Motorway的啦 那梦见了一些场面的发生 于是乎呢 就即时走啊 因为很害怕啊 在十秒之间而已 就即时发生了 他们当日 梦见的那些事情了 甚至乎 警方都一度盘查他们 是不是你们发动的 怎么会预先知道的 那都是没事啦 因为无证无据各样 又说自己发梦见到那些 那后来呢 他们就跟回当日啊 梦见的时候 他们原先 啊 会怎样上Motorway啊 怎样上过山车啊 那个次序 一个又一个这样啦 就经历一些 就好像女童的脚 踏落这个地铁那样的 这些这样的事件 好恐怖 ということで 那另外啊 啊 他也质疑一样的 他说 这条走道呢 就是APM啊 啊 一般来说也是比较值的 而且 啊 内 automate是很窄的 按道理 是不会出现相关事故 就是他不知 为什么当日可以出现了 会不会在你 维修的途中 啊 啊 我们 �dan 这就是AP-M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服务大陆旅客都说,那个年轻,年轻,都可能是颤女来的,好像上次挨后事件那样,是不是故意放下来的,不清楚了,什么都好,那这里唯一的,这个旅游总干事崔定邦就认为,应该要寄予那些家长,拖住那些小孩,加倍留意小朋友,是这样的,他表示,未踏过相关路段,不过形容事件应该是个别事件来的, 就不会对那些旅客构成影响,而那欺欺,只有成人脚部的三分之一大小,这样的小孩都可以放下来,他形容是感到猜疑的,就是我觉得呢,就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杨允雄那些那样,理论上你内地来港那些,你是要好好服侍一下他嘛,是吧,争取自由行旅客那些嘛,那帮小孩,经常说,芝麻人没有一个善和孤的,反而我们那些不是最, 他以奇异目光,视他们为异类的人哦,这些高官才是哦,特意这样啦,逢是服务大陆旅客,就是好像之前那些接驳巴士那样而已嘛,来到,啊,没有东西看,接着要睡街哦,以及啦,走过来打算看烟花的,就变成了无忍机,就是给一些cheap东西看,他们不懂啊, 投机给个心心波波,在中环那里飞一下飞一下,等他们打卡,鸣合他们不懂东西的哦,就是在看小红书那时候,可能都在那里掩着嘴笑,啊,那些压顺色什么啊,这样,同样啦,今次的这个,机场事件,就反映到啊,他的机件,啊,特意内地人用那些东西cheap一点啊,那些料,是吧,就好像之前而已嘛,在10月1号时候,甚至乎2号啊, 啊,又说太阳黑子,再加上啊,说有电磁波,啊,不知道什么,电子默充,跟着又做不到无忍机啊,啊,连放人家三次飞机,拖了45分钟,你不想他来而已啊,拖了45分钟之后是取消啊,什么都看不到啊,就是他们都说下次没鬼落来啊,啊,下来不用钱啊,要车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内地的主张哦,等那些内地人呢,就不要来那么多香港消费,翻翻这个大陆,但你又不可以明讲的嘛, 啊,哦,都买了啦,找了这些这样的战招,又不想做人家的生意啊,又不明讲,特意用那些cheap料,不过没有啦,啊,既然他的机件各样啊,是这么老旧啊,啊,又这么经常出错的啊,那啊,真是多些跟自己的那些爱国朋友说啊,哇,原来香港是这样的啊,你真的千奇呢,小心点,不是啊,买定旅游保险啦,就是这样啊,好,今天讲到这里